美国政府据报正在调查中国三家电信商的风险 路透社就引述消息指 拜登政府担心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可能利用在美国的云计算和互联网业务 获取美国数据 并且将这些数据提供给中国 报道指 美国商务部有关部门传唤这些公司 当中完成了对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 基于风险的分析 但是对联通的调查则没有那么深入 三家中国电信商和公司的驻美律师 都没有就报道做出回应 而美国司法部拒绝评论 白宫则是将问题转交美国商务部 但是美国商务部同样拒绝评论 中国驻美大使馆就表示 希望美国停止以虚假借口打压中国企业 并指中国将继续捍卫企业的权利和利益 谢谢